范伟奇为明年一月的宏馆歌唱举行演唱会 他自嘲在乐坛路上是一只走得特别慢的乌龟 对于终于可以一下子登上台北小巨蛋和香港的宏馆开唱 觉得有点不真实 我觉得好不真实 但是又觉得点滴在心头 然后已经唱歌唱了今年是12年了 12个年头然后终于可以踏上红看啊 这样子一个这么指标性的殿堂 觉得很多感触 然后也很多感动 然后也很多感谢 希望那天大家可以来1月13号 问到会否请香港的好友张博之捧场 范范表示已经得西博之买了票 更邀请对方一起上台玩 有我有邀请他 然后他自己我还没有邀请他 他自己就有去支持我 然后有说要来 我就很感动 然后我觉得 对啊当然希望他可以来 然后我知道他很会唱我的歌 所以如果他不嫌弃我 希望可以请他上来跟我一起唱一首 我的嘉宾这次我只能说都很帅 另外对于张博之被指有壮男新欢 范范打气到壮男该不会是自己的老公黑人 但无论如何只要博之幸福就好 他表示老公总是会想办法恶搞自己 甚至有点变装癖 因此希望演唱会当天老公可以高抬贵手 怕 怕也没用 因为他是以整我为乐的 所以我 我觉得 只要是我可以忍受的范围 不要是拿虫丢我什么的 就是观众开心 就欢迎他来 但是我会把我的衣服都锁好 希望他不要乱穿我衣服 穿我高跟鞋 谢谢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